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张文亮 我现在要分享一个圣经节 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是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讲下去 我要用的圣经节是真言第五章第十五节 我的主题是痛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上帝的话要怎么讲下去 真言第五章第十五节 我这一节我读了好几遍 我每次读,我都不知道怎么分享下去 那你说这样你还要分享吗? 就是因为不会分享下去,所以再分享 对我很难很难 我想分享这个圣经节 因为我在很痛苦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他说文亮 你就是因为你没有婚外情 现在你才这么痛苦 如果你太太在过世以前 你有个小三,你有个小四 或是你有个小五 你有一个被党的,那你现在就不会痛苦了 所以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太太忠实一生 是被神咒诅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痛苦证明你的不对 所以一个人终于自己的太太 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那必须要有小三婚外情才是正确的事情 我说,哦 这倒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他不是开玩笑的在讲 ok 那我说,那你有小三吗? 他说他也没有 ok ok 所以我们都是那个 那 这个圣经节就是我要分享这个 痛苦的时候有时候是不知道怎么分享下去 我真的常常来想 我今天会这么痛苦 会这么不适应这样的生活 是不是我以前真的是没有小三 没有小四 我自己在台湾大学当老师 我想我已经教过很多所谓的非常貌美的女学生 甚至很多媒体上现在才有名的 以前还当过我的学生 我还教过她们 我自己在业界里面 我自己也认识了不少建议过 认识不少 所以美女 非常美女的这个 那 结果婚的男女有个好处 其实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会后 这些美女来 大家看到我 他们就闪掉了 大概我们这个脸 大概就是非常的 就是 我不再讲 讲为什么 ok 我看 别的几个委员都有 女孩子在他们的怀抱里面 他们看看我就离了好远 ok 不晓得为什么 我现在还似乎着 有点在还行 是不是当年自己的脸 一种憎恶的眼神 或是一种 不屑一顾的眼神 之类的 或者那时候过度的公益 一起那年 那时候我如果稍微放松一点 也许今天 我有个Plan B 生命里面有个Plan B ok 我就不因为Plan A 整个结束 就好像没有后退之路 好 那我来分享这一节 真言第五章第四五节 其实我读过好几次了 这一节 我每次读 我都不知道怎么分享下去 这个是真言的第五章 他其实有一段 他才讲这一段 第五章的第十五节 我读给你们听 你们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要饮自己经历的活水 你们的千言岂可藏意在外 你的河水岂可以流到街上 唯独归你一人 不可以以他人共用 要使你的圈颜门虎 要洗液你用脸所起的妻 非常非常显然 这个在讲妻子 这个是真言在劝告这些男人 你要把你的妻子当成是一个井里的水 或者是池子里面的水 所以我刚分享的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说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你如果回去看英文 看言文 这个池子是单数 水是多数 但是池子是单数 那为什么要有池子 因为只要有池子 你就不会喝到周围混进来有污染的水 你为什么要有池子 我自己曾经担任过桃园台地里面 很多的池塘早期清朝 甚至在日据时代 或者说日日时代所挖的 很多很多 一般他都搞起来 这样稍微搞起来 为什么呢 他不让周围的雨水 他不让周围的地面水 会混到池子里面来 所以池子是一个昏北为生的地方 池子是一个昏北出来的地方 在以色列的那个地方 他们有他们的池子 甚至有的还盖在屋顶上 下椅直接就装了 那过了以后 赶快把它遮起来 因为医学是很珍贵的 干净的水是很珍贵的 我在分享的时候 台湾目前正处于旱灾 所以就知道水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水什么都不要谈 没有电还可以撑几天 没有瓦斯还可以撑几天 没有水那可是大问题 那我就要讲 这个上帝在说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这个池子 第一个它单数 你只要维持有池子 它里面就 它就可以装水 并且这个池子所装的水 是干净的水 为什么 因为四周的水它进不来 它流不进来 所以一个人要喝干净的水 他上次就有一个池子 他没有Plan B OK 他没有Plan 他就有Plan 他总是只有Plan A Plan A是上帝给的 OK 明明可能吃的水 可能喝起来也 反正他神就说你要喝吗 因为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OK 那因为这个水是上帝给你 归给你一人 你一人的 你不可以跟别人一起共用 OK 不用就说我非常慷慨 那大家共用 没有 然后呢 这个会是你的全眼会门糊 不只是你的外面的口渴会得到解脱 里面 这是一个门糊的人生 这是一个门糊的人生 所以你要喜悦你幼脸所起的气 它像是可爱的米露 可喜的母露 OK 所以这个是 那因此他都告诉说 说我儿啊 你为什么要恋慕淫妇 为什么要抱外你的胸膛 哇 可见上帝不要我们有Plan B OK OK 可见上帝不需要我们有 有这个外你 OK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共用 不行 还有一个 他说 七子是 十字 七子是水井 水井的水是干净的水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有好多年参加国家的 台湾的 所有地下水沾网的维护 我后来 国家还为这个任务 派我到 歐洲去学习 啊 因为 我去荷兰的时候 我才知道 荷兰很多的水井 都用到200人以上 台湾的水井 能够用个15年就很不错了 20年就很不错了 我现在讲的是深井 不是讲那种前井 那出了什么技术呢 出了什么问题呢 国家派我去学 我回来以后 我还给国家写了一本 这个水井的维护 水井有个好处 水池 用池子来接水 那是不让四周的水进来 去污染 水井是不让上面的水下来 ok 就底下 等于是一个喝个过滴锅的 的一个 的一个水 那 上帝说 佩偶好像是一个 池子的水 他不会让周围 啊 进来 佩偶也像是一个水井的水 在很干旱的时候 地面都没有水的 有水井 里面还是有 有活水的供应 在这边告诉我们 井里是有活水的 池子的水可能会干顾 水井的水 是永远都是有水的 长期都是有水的 啊这个水井呢 他也是用丹素 也是用丹素 哇 好了 我要分享的三个点 第一点 上帝真的是需要 我们去珍重 保护自己的水井 跟自己的池子 因为真正的爱 是丹素 真正的爱 是不会让外面进来 污染的 第二点 上帝的确 所有给我们的婚姻的关系 是一个 啊 是一个 唯一的关系 就是 永远都是只有 A计划 没有B计划 B计划 上帝说那个是外里 OK 上帝还讲一个更重的话 在真言的第五章的第二十三节 他因为不受训悔就必死亡 他因为愚昧过剩 就走叉了路 可见 一个人如果有Plan B 有小三小四 会带来死亡的危险 会带来走叉的路 性的患众性的问题 不只是 这个 有很多的疾病 是跟性病有关系的 并且透过性来传递的疾病 都是非常严重的疾病 非常致命的疾病 会带来死亡 然后呢会 会使人走叉的路 因为愚昧 愚昧已经很 已经很不行了 愚昧过剩 愚昧还过剩 过多的愚昧 我给你们讲 那个剩 哇现在用很重的话 愚昧过 过剩 然后他就走叉的路 拉不回来 好了 我要分享第三点是 万一吃着也干了 水井也崩了怎么办 我现在讲我的观点 OK 吃着 干了 垮了 水井 也崩了 OK 那为什么崩呢 我不知道 OK 我不知道 你问医生 医生也说不知道 OK 你问邀机师 邀机师也说不知道 反正你问水 他说不知道 反正水井就是 不是永存的吗 水井就是崩了 OK 那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来怪自己 为什么没有定期去维护这个水井 我有很长的时间 怪自己 为什么迟迟没有好好看一下 那 其实没有看得一下 其实 迟迟本来就说 我都很不错 OK 水井也说我都很不错 OK 我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也信以为真 OK 然后 然后 就崩了 OK 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 我到第三点我讲不下去 OK 我是有在努力再去挖一个吃是吗 还是我要努力再去挖一个井 如果都没有力量的话那怎么办 OK 然后呢 都 然后神又说 你不能够去拥抱万尼的胸膛 OK 后面讲 OK 就是你要面 你自己的井已经干了 崩了 神说 你又不能去喝别的井水的水 哇 那怎么办呢 这个怎么办 所以 我 那 那当然了 这演的作者是 是所罗门 所罗门崩了一个 他还可以找第二个 他有两千个以上 OK 所以可见这个所罗门是个很 是一个左插路的人 最后的 所罗门本身是很有智慧的 那后来后来他 他找了很多埃及的公主 还有尼罗河的公主 还有很多各地官 然后他把他们的偶像带进来 所以后来他为了讨好这些女孩子 后来也拜他们偶像 把整个以色列带上魅王的道路 OK 那我 那我想说 上帝感动 所罗门在写真言的第五章 哇真的好滑稽 上帝感动一个有两千口水井的人 在告诉我说 口井只有一个 OK 然后 他可以换 他可以不断的更换 不断的更换 那我们呢 他说你更换的话是走向死亡 更换的话是走向过渡的余面 那怎么办 现在有两个就怎么办 OK 那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分享的 就是我后来会讲不下去 我真的会讲不下去 就是 我在圣经 我当然了 如果结婚以前我来读这个圣经 哇 我觉得我充满的盼望 OK 因为以后会有一个美好的水井 以后会有一个美好的姿势 然后结婚以后也充满的 迪也讲的没有错 他是个活水 他是一个甘甜的水 他是个干净的水 OK 这讲的都没有错 那万一石子垮掉了 水井崩了怎么办 他后面没有讲 OK 他后面就没有讲了 那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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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再挖一口 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量了 所以可能有三种可能 就本来自己要喝水 后来更种一个完全不用喝水的生物 有这种生物 我自己在研究营火虫的时候 或者营火虫一生都在水里面 营火虫是个水生昆虫 他在里面住了10个月到12个月 甚至有时候到14个月 营火虫在水里面 然后呢 当他变成营火虫飞出来的时候 他可以有两个礼拜的寿命 他完全不喝水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胃 这种昆虫 一旦离开水 他里面就已经没有胃了 他就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胃 是喝那个入水用的 所以营火虫本身就已经加汇出水面 他就已经就死路一跳 完成交配 然后就赶快死 OK 有的还更短了 有的一出来一天就走了 就他那个昆虫本身 他没有胃 他没有消化 消化草 消化其他的昆虫的胃部 他连这个都没用 所以 我有个祷告 就说 主啊让我背你一个不用喝水的营火虫 OK 所以以后你不用叫我河马教授 你就叫我营火虫的教授 OK 就第一个他本身就已经不用喝水了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因为你喝过水了 所以你再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反正这个水还在啊 OK忍一忍 虽然这个水池也崩了 虽然这个水井也崩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忍一忍 因为你以前喝过水 就以前喝过水 那要忍多久我不知道 反正就看本事了 OK 就个品本身 OK 为什么呢 因为 又不能去喝别人的水吃 不能去喝别人的水井 因为那是会愚昧过剩 OK 然后呢 自己在那边崩了 OK 那一个可能就是 主啊让我背成营火虫 从今时以后 改名叫营火虫教授 第二个的话 就是来忍 看可以忍多久 那忍的话到最后就渴死 那渴死就渴死 OK 渴死就渴死 因为的确忍过了 那第三个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那你说你在歪一口吗 对不起 好像那个井喝起来的水 就是味道不对 味道怪怪的 味道不对 我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我讲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我的太太一生里面是不擦香水 我的太太走了以后 她所有的衣服留下来 还留不到十套 可能连五六套而已 我后来还发现 然后她从来不擦香水 然后呢我就发现呢 我以太太在的时候 我对香水也不怎么过目 反正太太就是不擦嘛 那我不解释这个所不对 就让她走了以后 哇我就发现说 原来有这么多女孩子擦香水 然后我就会 会想呕吐你知道吗 我会想呕吐 我怎么会变成这么敏感呢 但是我说不上来 我就看到擦香水 我就 我就好像被蛇咬到一样 我就想呕退 所以 我要在这边分享的是 有些圣经节 给我的影响就是直到这里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再走下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再说下去 亲爱的主 我现在所分享的是我长期的 是我这两百多天 甚至在我在陪我太太八个月的期间 一直累积下来 这是我的思考 我感谢主 给孩子有个水井的水 真是甜美 给孩子有个水池的水 真是好喝 没有别的污染 然后 也没有再找第二颗 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有第二个水池 也从来没有想过再去打第二个井 结果上帝给的非常好 给的真是好 真是好 所以也没有去想 生命里面要保留第二颗的水井 万一第一个井崩了 还可以有第二个井 或者第一个水池干了 垮了 没有再去找第二颗 这个 这样的忠心忠识 带下来是现在的痛苦 走啊 我在 当我在读这样的生心结果的时候 我深深的感触 我的朋友所说的也许是对 婚姻不要忠识 保留第二个池子 但是你在这边的池子是用单数 你在这边的水井是用单数 也许一个人跟随真理 本来这个背后就有一个痛苦的部分 是自己要来承受的 可能一个人跟随真理 最后所要面对的一个部分 是虽然自己是痛苦的 但是合乎神的旨意 那因此 合乎神的旨意 在有一段路是非常的痛苦 那怎么办呢 哇 所以 在痛苦的时候 有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在痛苦的时候 我真的即使知道了真理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做下去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做下去 也许我应该变成一只萤火虫 没有喂的萤火虫 或者是没有嘴巴的昆虫 或者是 来认吧 过去已经 喝了39年的水 应该还可以撑住几个月吧 唉 唉 我真的不知道 甚至连祷告都不会祷告 甚至 还很怕喝不同 就假设 有个池子的话 哇 那个水如果很不同的话 那怎么办 如果有个水井的话 那个井水如果喝起来是 自己生命里面的人 有的那种毒量 可以承纳一个不同味道的水 不同滋味的水 唉 你自己说那个水井的水是 非常的甘美 非常的甜 你自己在圣经里面 你应许我们 要常常恋慕这个水 你要我们说 这个是你所喜业的水 然后我们已经长期的 还是长期的喝过 然后现在说 要去喝一个完全不同的 哇 很多生命充满了无解 在无解的里面 主啊 连下面都不知道怎么祷告 也许我如果聪明一点就好一点 但是主啊 你说那种人是愚昧过剩 主啊 也许我一个plan B plan C 可能会好一点 但你说那可能会带来死路 你把退路也截掉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 孩子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因此孩子的分享是 有了在痛苦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如何讲下去 我要仰望你 甚至我仰望你可能也看不到你 除非你自己来救进孩子 也许还是在梦中 一直梦到自己的那一口井 也许在梦中 还不断的回忆到那一口辞子 我真的不会再祷告下去 但是我想祷告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